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放轻松 手搓一搓 简单 热一热一下脸 然后旁边的人发这个 印光大师文操精华录 旁边的人就服务一下 把这个腿放轻松 我们现在听开示 也就不必双盘或者是单盘 让脚不要太痛 他才有办法 专精听开示 诸位翻开 四十一页 四十一页第三行 佛法大物不包 细物不举 意思是说 佛法啊 广大 无不包 凡所有相 都是空相 人生 宇宙 通通包含在佛法里面 细物不举 讲到维细的 那就 包括一切 叫做虚物不举 譬如一语 普愣 就像下一次大雨 然后普愣 然后普愣 包括 花受用 草受用 树木受用 叫做 慧慧同容 这个慧呢 我们常讲 花慧 花慧 这个慧呢 是草的总称 无论是草 无论是花 无论是树木 都会因为这一场大雨啊 而得受用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只要任何一个友善根的 以佛有缘的佛弟子 哪怕听到一片光盘 看到一本书 或者打一次佛山 都会很大的受用 修身 齐家 治国 清明之道 无物不具足 佛法 不只是初世间 包括世间法的修身 齐家 所以 真正一个修学佛道的在家居士呢 是会把家庭坚固的 并不会把一个家庭啊 搞得很混乱 对立 像敌人一样 像战场一样的 这个就不善于啊 了解佛法 佛法是可以用运用在世 出世间 任何一个时间 任何一个空间 同时 同时 了解佛法的人 也是一定很有修养的人 很有包容的人 那么 国家的领导者 他要治理国家 也可以用佛法 因为有佛的心 更加的接近人民 亲民就是接近人民了 直到 无不具足 所以古来 古今来 文章盖一时 工业宣宇宙者 说自古以来 他的文笔很好 文章盖一时 也就是说他兴盛 在某一个时空 他的工业宣宇宙者 宣就是所谓著称啊 非常显赫 很著称啊 他在这个国家 所做的这个工啊 不可没 叫工业宣宇宙 就是很大 整个宇宙都认识他 表示啊 功德很大 工业很大 以赴自孝人人啊 千古景雅 还有啊 谈到自孝这个人人 千古让人家敬仰 人 徒之其鸡 人就是一般人啊 这个鸡呢 就是有鸡可行 叫做现前 只知道啊 目前看到啊 啊 当下这些事鸡 这些事鸡 就是果啦 鸡 在法法经 讲 就是果 现在的事 本 就是无量易解前的事 啊 所以一般人 徒之呢 就是指自己知道 只有知道 哦 现前当下这些事相 因为众生凡夫啊 没有慧眼 只看到目前的 而为救其本 而没有探究到 他的根本 如果我们能够详细的 考其来麦 就是来龙去麦啊 啊 他的精神智解 都是由学佛以赔之之 为什么这个精神智解 是最为重要啊 啊 我们肉体 其实是受到精神智解 支配 因此 从内心里面究竟的 升华 升华 那么我们这个 升的 虽然有一些病苦 一样可以排除万难的度过 那么如果说众生 没有这个邪佛的培植的 这一颗精神智解的心 他一变苦下来 就击垮他的心 那么如果一个邪佛的人 再大的苦 都可以动心忍性 所谓真意其所不能 啊 因此邪佛的人也苦 他也能屹立不咬 可是众生没办法 众生一碰到苦 立刻就倒 因为他内在里面 没有三密的功夫 他 他 则不必提起 啊 就是其他的 就不必说太多 我们来举个例子 啊 且如 颂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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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这个圣人的心法 啊 颂辱发明这个心法 像格物哦 或者是智智哦 善智佛法以为模范 啊 还借重于 知 就是借助 借重于佛法 来做他的模范 旷其他 所以宋明啊 李邪啊 都是借重佛法 何况其他呢 啊 旷其他在 所以啊 佛法是生命的究竟啊 但很可惜 宋朝啊 这些啊 读书人 儒就是读书人啊 儒家 那就是读书人 很可惜了 印光大师说 很可惜 宋朝这些读书人啊 气量非常的狭小 啊 他道用的佛法 而说自己狠行 现在的人也是 啊 道取的佛法 而不把世尊啊 释迦牟尼佛放在眼里 道用了后代的高僧啊 啊 然后呢 也不把这些高僧呢 啊 放在眼里 后世啊 啊 遇后世啊 为己知所为 啊 希望 后代的人 来遵从他 说你看 他自己狠行 啊 他自己狠行 其实是啊 偷偷地 借重于佛法 还有的人更糟糕的 啊 借重了佛法以后呢 还 伴佛 批判佛教 是因 因故 咒 辟 辟就是 佛赤 佛之余 不但 倒用佛法 而 希望别人来称赞 说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啊 不但如此 而且呢 更糟糕的 还 祝书 立作 来伴佛 为 言耳 道灵之计啊 言耳 道灵 把耳朵捂起来 啊 通了这个铃铛 这个铃铛 一拿铛 大家听得到啦 啊 反正我没听到就好 也所以这个言耳道灵呢 啊 就彼义咒 至 七啊 啊 七人 至 宋 朝 而到明 而到元 而到元朝 而到明朝 啊 那么 这个元朝 当然就是蒙古人所建立的 啊 蒙古人所建立的 啊 成吉思汉啊 啊 那么大家都知道忽必烈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中国啊 有两个朝代 由外祖来统治的 就是元朝的蒙古人 还有清朝的满洲人 啊 这两个朝代 由 啊 外祖来统治 那后来还是由汉族来统治 说自宋朝 而元朝 而明朝 莫不坚然 是细心考察 啊 啊 啊 我们呢 啊 用心的来考察 说 谁 不取佛法以致意 是哪一个 不是偷拿佛法 来利益自己呢 还伴佛 啊 这虚伪的君子啊 啊 啊 关于有一些静咒方面 或者是讲参禅 参就心法 就认为啊 就是他们用功的发现处 啊 也有的人呢 是临终啊 一支十字 啊 就是啊 把生死啊 啊 超越了 谈笑 坐着 啊 就走 是的 就离开了 就是做话 用我们现在的来讲 就是功夫到家了 做话 啊 那么我们有一个比丘啊 这是二十年前的事 有一个比丘呢 啊 人瘦瘦的 他很想一支十支 谈笑做事 啊 他住的这个地方啊 我都放出风声 我几 几夜几号啊 哎 他要走 这个事情啊 传到我的耳朵啊 我就跟他讲啊 这种事 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是有功夫的人 一个没有正量的解脱境界 啊 或者相当的三昧功夫 这种谈笑做事 做话 不是开玩笑的 不能乱传 哎 师父啊 他真的说要走 我说啊 那时间到不走啊 就打死他 哎 时间到了 一天一天就逼近啊 逼近啊 啊 后来人家打电话 我就跟他讲 走了吗 他说没有 佛没有来 那 所以我就跟他讲啊 这种事 不是在开玩笑的 那你以后谁 谁会对你比丘尊敬呢 对不对 说走啊 就死不了 也没有那种功夫 就乱放风声 哎呀 他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这种不太好 学佛的人 学到这样子 只在向上里面打转 我觉得应光大师 最了不起 我最赞叹他 他讲了一句话 我很感动 啊 应光大师说 只问心定不定 只问你的功夫深不深 不问见不见佛 哎呀 真是一针见血 人家 难怪人家是 第十三代的祖师 对不对 人家就是抓到重点啊 只问心定不定 有没有真的 那个念佛的功夫 而不问见不见佛 见不见佛 见不见佛 没有什么关系了 啊 就是心活着的时候 有没有那种三昧的功夫 这个这样的感应 可以免啊 这就是灵命中 自然就转化 啊 生命它是一种 转化的工程嘛 你身心都在三昧里面啊 哦 那么它是灵命中的时候 八四点钟就会转化 所谓往生啊 并不是从此处 往生到他处 不是这个意思 所谓往生的意思 是从会处到境处 境界的提升的意思 往生不是从这里到那里 不是这个意思 啊 啊 在法际性里面 它是平等的 没有来去生灭 真减的 说往生 是对凡夫还没有达到 究竟意的时候 说叫做往生 从会处 往生到境处 其实从会 转化成境 叫做往生 哈 那么 因为众生呢 有这样的执着 所以才叫做从此处 往生他处 人如果是究竟真如的话 没有来去生命真减 那你去哪里呢 哪里处处都是净土啊 是不是 所以 生命它是一种转化的过程 那么如果你看到灵命中 阿弥陀来接引 那个不是阿弥陀来接引 是你心轻轻显现了佛 有自己的力道 还有佛的加倍 同时轻轻行显现 然后转化 把这个肉身转化成莲花 转化的工程 一般人对这个净土还不是很了解 就认为从此处啊 往生到他处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佛 让一切众生啊 让你了解的 由我们这个不净的色身 转化成清净的莲花包 那么转化成清净的莲花包 你要转化 这个转化的过程 要信 愿 详 详 深信净土法文 要发愿 要往生极乐世界 而详 要切切实实的念佛 那么念佛就是一心不乱了 所以信愿详 信不离心 愿不离心 行不离心 往生极乐世界 不是从此处到他处的 那个是不懂佛法的人 不懂佛法的人 所以为什么说极乐世界 我们在灵命中的时候 为什么灵命中一刹那之间 即得进入七宝莲子 为什么一刹那 如果往生的话 你做什么有办法呢 做火箭 到极乐世界去 诸位 外太空 你知道多远吗 用光速来跑的话 跟外太空的人讲话 是最无聊的 是最无聊的 比如说 你讲 Good morning 这句话 用光速来跑到他方世界 要跑一百年 一百年以后 他才说到 来我家喝咖啡好吗 一百年以后 他说好 你已经早就死掉了 所以你要知道 为什么说灵命中 可以说佛现前 欺身必情 道廉耻 这个就是转化的工程了 不是从此处到他处了 从此处到他处 你要搞多久啊 知道吗 这个叫清净心的转化 所以越放得下的人 就越容易到西方 所以因为众生经典 他看不懂 比如说 从事西方 过十万亿佛度 有世界 明也极乐 这个西方是什么意思 西方是表法的 我们呢 东方太阳出来的地方 我们白天工作 到晚上的时候 是怎么样 要休息啊 晚上的时候要休息啊 对不对 要休息的时候 太阳西下 众生都看向啊 太阳从东边上来 太阳从西边下山 然后就说 用这个语言文字来表法 你知道看得到 哦 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 西方在哪里 西方在佛的角度 叫做邪 晚上休邪的地方 就是极乐世界 因为简单讲就是放在下的人 那个人才能到极乐世界 你这样听不 这个就是佛法的关键的地方 这个也要没有弃入佛的 真正的旧经济 对净土法门的思想 一筹莫展 一筹莫展 诸位啊 如果说从物理学来讲 或者从天文学来讲 诸位啊 太阳在这里哦 太阳在这里哦 地球在这里哦 春 春天 地球在这里哦 夏 夏天地球在这里 太阳在这里哦 秋 冬 春 这地球会自转 绕着太阳公转 春 夏 秋 冬 你西方在哪里啊 你懂吗 有不懂 所以讲 太阳从东边上来是不对的 是地球自转 地球自己在转动 太阳从来就没有从东边 太阳永远在那边啊 太阳永远在那边 太阳为什么从东边起来 是因为地球转动啊 知道吗 地球转动啊 是因为地球转动啊 你看啊 太阳从东边起来那是不对的 是地球自己转动 太阳从来没有增减到啊 它永远在那边啊 哪里晃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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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哪里有从东边上来 哪里有从东边上来 对不对 我现在请问你 白天有没有星星 有没有 有 为什么看不到 因为有阳光 太强 所以你不要说 哎呀 星星是晚上才出来 哦 你实在有狗狗的狗狗 白天一样有星星 是因为阳光太强 所以你看不到星星 说啊 星星是晚上才出来的 哦 不能说的 白天 抬头 仰望 一样有星星 有 因为阳光太强 所以看不到 不要说白天没有星星哦 对 那你就知道 哦 连那个最基本的天文学 都搞得不是很清楚 何况这么究竟的佛理 是不是 所以真的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它是心灵的转化工程 就是心 你越清静的人 越放得下的人 就越接近极乐世界的意识 啊 要不然从 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 不要说十万亿佛土了 哎 就光跑一百年了 光啊 光啊 我告诉你光跑一百年 诸位啊 当我们所有物质达到光速的时候 时间全部停止 我们之所以有时间 啊 的概念 是因为跟 跟光 来比较 光 一秒钟 十八万六千英里 十八万六千英里 六千英里 乘以一点五 就是公里 简单讲 大约二十八万公里 我们就以三十万公里来算 当一个人 这个宇宙当中任何的物质高达到光速的时候 时间就全部停止 这位 你看到的空间虚空并没有增减 是错误的 是错误的 阿恩斯坦说 空间 我们的宇宙的空间就像衣服一样 是可以折叠的 是可以折叠的 当双方面两个角度 离开六十亿光年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那种能量 把它折叠 这个叫做虫洞进去 东边到西边进来 不必经过六十亿 六十亿光年 是东边到西边 把它折叠 穿一个洞进去 那么 在刹那之间就到 所以 我们了解 时间 跟空间 本来就是虚幻的 虚幻的 我们再讲一个 很科学的东西 你认为颜色怎么来的 红色 黄色 绿色 赤色 白色 颜色怎么来的 你看到这个是黄色 看到地毯是红色 颜色怎么来的 有一派的人就说 颜色本身就是有基础颜色 好 那有一派的告诉他说 颜色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颜色吗 红色自己知道自己是红色吗 不知道 所以第二派的人就说 颜色是由光线来显露出来的 有光 光不照射 你怎么知道那块布色 红黄赤白黑啊 讲得有点道理 有点道理 有光线 好 第三个就讲到究竟呢 他说啊 我们人生呢 所显现的这个色者 能知道花 红黄青白黑 并不是花的本身的颜色 也不是由光 是由人类脑筋创造出来的 人类脑筋创造出来的 有种种的差别 然后夹切的光 脑筋里面创造颜色 这个就是科学家到今天公认 颜色是由脑筋创造出来的 换句话说 万法唯心所造 就是佛所讲的 万法都是由无明的妄动 才显露出来的 所以讲佛法是科学的 是佛法是科学的终极点 科学的终极点就是佛法 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超越佛所讲的 没有办法的 那因为大家都不是学物理学的 越听就越迷糊了 就是跟我们讲话 要怎么往生较快 你讲这个我谁听不懂 你不懂事 灌顶一下 比较快了 讲这个科学实在是听不太懂 那我在告诉你什么呢 在告诉你当一个法师 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是说 懂得一点皮毛啊 我就上台了 人家一问你就倒了 对不对 那你就知道 要站在这个舞台上的上人 是要什么样子的程度 你才知道要解析 要科学 才回归到理性跟真正的究竟的 波勒智慧 接下来 所谈笑做事的乃其末后呢 只发现出 如此诸说话 诸世机 在于旅学传记当中 不一而主 其学佛人 即为社会之忧乎 忧乎就是负担 担忧 意思就是 学佛的人 并不是社会的寄生虫 国家的寄生虫 修学佛道的人 这是反而是佛 国家的动量 国家的动量 假设全国都能够学佛 那么所有的众生都知道 诸儿末做众善的奉行 致敬其意啊 四十二页 说大觉世尊啊 善治众生 身心等病啊 善是天下太平 人命安乐 大觉世尊当然就是指佛了 佛很能治理众生啊 身心等病 善是天下太平啊 人命安乐 心病什么叫做心病呢 也就是贪 称痴 我们称贪称痴呢 称为三毒 称为三毒 贪心 我们这个心呢 就中贪毒 因为克制不了自己 所以看到什么都贪 财色明十岁啊 十一住行啊 什么都贪 这为什么是毒呢 就是你的心啊 类似啊 中了这个贪的病毒 传染病 类似什么伊波拉病毒啊 或者是什么SARS病毒啊 我们中到这个贪毒 你中到身体上的毒啊 还有救咯 你中到这个贪毒啊 这就很难 你吃要吃不好的咯 一个人贪心 你一直吃中药会好吗 称恨心 你去给医生看看 说你这个人脾气很大 啊 脾气很大 没有错啊 也许啊 你吃吃中药啊 会改一点点脾气 脑筋比较清醒啊 但是毕竟 习气还是在啊 是不是 称心还是毒啊 吃就是无名啊 无名就是没智慧啦 啊 既然有这个贪嗔痴的三毒的病啊 这个心就没有办法啊 啊 正啊 而 足情 为理之念 啊 追逐啊 情就是私心啊 情 我们说情慈啊 情慈啊 有私心的人 叫做情 违背正理之念 赤就是妄胜 啊 旺盛啊 就自然而起 此念 既然起来 必欲遂己所欲 遂己所欲 就是追求 一定要达到 遂己所欲 啊 什么事都看得出来 遂己所欲 有一个警察啊 不小心啊 被人啊 一个女孩子爱上了 爱上了 这个世间人啊 爱与被爱啊 其实啊 都是一种受罪 其实大一般人不了解这层道理 哎呀 一开一开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警察啊 啊 泱泱得意 你看啊 这么多警察 你看看上我了 啊 那个女孩子真的看上她 后来就麻烦 那个女人啊 每天都到警察局前面 因为警察局在办公哦 一办公 一办公 警察局门打开办公啦 有的是24小时的啦 乡下是有关门的啦 他啊 那个女孩子啊 从早上啊 八点就开始坐在警察局前面 那个警察上班 他也一样上班 带便当 没有跟他讲话没关系 那警察上班的时候 他远远地看他一眼 就心满意足 吃那个便当啊 特别有味道 哎 那个警察上班 他也在门口上班 哦 这个就搞了那个警察 快发疯了 24个小时盯着那个警察 爱到不可治吧 爱到不可治吧 哦 爱到快快痴呆了 所以你想想看 因此啊 为了达到自己的欲望 或者是说我所爱的人 对不对 啊 那这什么事 怎么苦都没关系 那有一个人 有一个年轻人 对不对 我看了那个报道哦 不应该是同情他 还是不要同情他 有一个男孩子 脾气很暴躁 呀 然后啊 得罪了那个女朋友 那女朋友跟他相处了很久 结果啊 哎呀 因为这个男孩子脾气太暴躁了 又没什么责任感 哎呀 这个男 这个女孩子啊 看不起他 后来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在一次争吵之下 好 断然跟他拒绝来往 你看这个男孩子 严重到什么程度 他也知道自己知道错 克制不了脾气 他就跑到他的楼下 他就跑到他的楼下 刚好是台湾的雨季哦 每天都下雨哦 他站在楼下 那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知道我错了 然后 是雨啊 是泪啊 分不清楚 是雨是泪分不清楚 刮风下雨 他就是站在底下 一直接着说 我不对啦 我要 也要向你道歉啦 那女孩子还是不理他 你看 用这样的心 要有人 来跟我求法 站在文书讲堂 外面七天七夜 刮风下雨 都要求法 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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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决定往生极乐世界的 这哪个不会往生 这种精神 追尼仔的这个精神 拿出来追佛啊 哎呀 特懂的啦 一定 各个一定会往生的 你看他可以站在楼下 七天七夜 一直想跟他道歉 风雨 不足 他就是站在楼下 对不对 我看到那 嗯 以前睡得比较好 对不对 对不对 早一点睡觉 比较好 还玩啊 哦 女儿也想跟他说 他很坚持吗 还是怎么样 是对的 我是觉得说 人家就不爱我们了 是不是 天下何处无芳草 何必担念一棵树 对不对 也不需要这样子 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人家 必以遂及所益 所以啊 人一旺一起来的时候 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那么这三道赢的恶劣的心呢 直下现诸事实 直下就是当下就是现在 就发生了所有一切 现存的事实 你可以看看你的报章杂志 周围灵机 这些事都是存在的 叫做直下现诸事实 所谓有或造业有这个心啊 迷惑了 因为不了解整理 万法都是败坏之相 无论你搞得多漂亮啊 或者是男孩子啊 无论你多年轻啊 俊俏 一样经不起无常的摧残 人没有办法 因为迷惑了 还有这个金钱 由心迷惑了造了强大的恶业 由这个恶业啊 造来种种的痛苦 底下那一集就更悲哀了 今 尘典节 尘就是一个颗粒为尘 当作一节 一大节一大节 十的四十七次方脸 十一大节 十的四十七次方脸 一后面四十七个零 很恐怖哦 轮回再继续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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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你爱我啊我爱你 然后 就业力的招感 然后呢 对财色明十岁的执着 就无有了其 所以为什么佛法 要开始给我们这些众生 正因为众生那个执着 是非常强大的 非常强大的 啊 如来明知啊 谁比众生的病啊 为之下药 未比所言贪嗔之心 这并不是我们的本来的心 我们的本来的心啊 哎呀在任言经里面讲 就是本源本明本静本庙 圆明静庙如果加一个本字 就更 这个语气就更强烈 我们的清静自信啊 是本来就圆 本来就明本来就静 本来就是庙 就像清静的静止一样 了物一物啊 就算有物当前也无不照彻 就像镜子一样 物来不拒绝 物去了影子也不会留在镜子里面 我们的心应当要像这样子 物来不拒物去不留 这个物就是圆其所现的假象 圆其所现的假象 有我们的责任不可以拒绝 圆其啊 离开了 我们也不要一直留恋 因为那个不能了生死 守我天真的本性 本性 也要不必随这个因言生的假象 物就是假象 千万不要随这个因言生的假象 而转动 守住这一颗本性本性 迷心逐境 要是我们迷了这颗真心 我们每天就拼着老命去追 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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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名余夫 余夫 要是我们有一天能够碰到佛法 懂得要放下 懂得要放下 我们备成和绝 备就是离 离开希望的六层 我们就与皆训合而为一 使入圣人之流 这样就可以进入圣人之流 有一个居士 说 师父啊 你的徒弟啊 是不是 都是法自备 我说对啊 我觉得这个流啊 佛法不错 你可以叫做法流 我跟他讲啊 这个名字我想过 入圣人之流 但是啊 因为法师都要加上下 这法师一加上下 叫起来就很奇怪 上法下流 喵喵喵喵 这个听起来就不是 哎哟喵喵喵喵 这个法号听起来不是 我今天胃肠不好 也有一个原因 相会下丽 下丽就是很严重的烙发 喵喵 在家上下 叫起来就很奇怪 心欢 fl 命 我每次要命这个徒弟的名字 一定要很冷静很冷静很冷静的 所以啊 是不是这个琉璃光的琉不错 法琉上圣下琉 如果简直下琉法师 哇那就很麻烦了 听起来不是怎么文雅 人若支持心病便愈 哎呀如果你了解万法都是败坏之相啊 对不对 所以因为心病便愈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众生啊 因为不懂得心法究竟意 所以有时候要依靠这些因缘生的假象啊 电视啊 才是明时睡啊 娱乐啊 怎么样子 所以因此啊 我们呢学佛的人呢 能够把这些稍微淡薄一下 淡薄一下 不看着也看着会迷 会迷 人若支持心病便愈 愈就是病好了 也不会想要攀岩什么 心病既然愈了 神病无根 无根就是没有来源 根就是没有来源 意思就是当你的心能够有三昧的功夫 被诊 被诊 和诀的时候 生的病就找不到 因为 意思就是这个贪嗔痴会引起我们的身体的病 当然身体的病有多种啊 风寒也会生病啊 贪嗔痴 引导的 引起来的病就更可怕 更可怕 风寒的病啊 感冒啊 可以打针啊 可以吃中药了 对不对 那你心病引起来的贪嗔痴 那你打针 吃药有什么用 你给什么医生看啊 什么医生也拿你没办法 如果我们呢 入圣人之流 心啊 病好了 纵然有外在的寒热感触啊 但是因为心的解脱 也没有危险 因为拥有一副好的脾气 大慈悲心 大慈悲心 跟每一个人的相处 都是那么的圆融 都那么的圆满 他也不会树立了很多的敌人 我们的敌人 有两种情形 会树立大的敌人 一脾气坏 二不耐烦 脾气坏 不耐烦 很容易就树立敌人 他不耐烦 我这个人实在是够 去去去去 又得罪一个人了 好 这个事情很难拿捏的 很难拿捏的 有的众生做事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很烦 可是 你要通通顺他 他不懂得我们的感受很辛苦的 我们要表现得太弱 又得罪他 所以做人真难 因此师父说 自己修行很容易 这个公关 人与人之间的公关 很难搞定他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夹在自己的观念跟无名 这个很难瞧了 台湾瞧就是把它搞定了 国语就是很难去搞定他 真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卡在一层厚厚的无名 所以再做诸位 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 有是非 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无名 有斗争 有派系 这个逃不掉的 医院 医生 那么多 你认为医院没有派系吗 你认为老师 大家都是受恐梦的思想 对不对 你认为没有派系吗 还是会有 所以这个叫做人生宇宙的常态 每一个众生都卡着一层厚厚的无名跟知见 所以三三两个就有个人的看法 师父有师父的看法 独体有独体的看法 三三两两如果不各退一步 事情还很难去搞定他 没有办法 所以一个团体要尊重一个领导者 就是因为大家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一定要尊重团体 那么心呢 这点好的时候 重来我们外在有寒热感触 咱心得解脱 也没有危险 因为心既然得了症 身就随着症 一既然没有贪嗔痴的情恋 哪来的杀到影这个恶劣的行径 人各如是 这民包物语 民包把人民当作自己的同胞 同胞就是兄弟 我们说包兄 包弟 对不对 不是包山跟包海 包兄跟包弟 当然就是自己的兄弟 自己的同胞 我们把每一个人都当作 把所有的人民都当作自己的同胞 就是亲兄弟的意思 物云是万物 物就是万物 云就是同类 我站在同类的角度 去替他考量考量 简单讲 这个物云就是四万物如同类 民包就是四人民如同胞 简单讲 这个人如果了解佛法 会懂得交换立场 交换立场 所以师父啊 看到一些出学佛法的人啊 还被这个欲望所困扰 或者被这个贪嗔之所困扰 来到师父的前面啊 要求忏悔啊 哎呀师父我该怎么办 我说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这条路也是我过来 我也是过来人嘛 是不是 刚修学佛法的人 了解理性是什么 了解这个这个这个 波勒智慧力之后 也了解立场的思想 可是就是看不破 看得破可是忍不过 我看得破啊 不禁苦共无产无我 知道佛所讲的道理 撒纳之间生命 都都知道啊 对不对 看得破啊 可是忍不过 忍耐的功夫 忍入就是三妹的功夫不够 那因此老参的人啊 就应当更慈悲 更慈悲 把他用一点耐性 慢慢的教导 慢慢的教导 一视同仁的教导 就像孔子讲的 有教无类啊 因财失教啊 有何有真理真诚啊 要真理啊 真诚 当然就要战争了 互相残杀之士乎 一顾骨子聪明 睿智的王臣 从以前呢 这些国王有智慧的人 都拥护佛教 无不重奉佛教 而拥护正法 无不重奉而护持 没有一个国王 不让国家要兴盛 没有一个不重奉佛教 而拥护正法 因此呢 师父在这里啊 鼓励大家 有钱的出钱 有利的出利 站在你的岗位 尽量把正法推广出去 救救可怜的众生 哪怕它是一句 也可以改变他的一生一世 佛法不需要多 有的人碰到上根立志的 那真是 有一个老人 他不是要是上根立志的 来到文书讲堂 他说师父啊 我现在要怎么修行 我说你今年几岁 他说我83 我说喔 太严重了 我要怎么用功 我说你最好赶快准备网生被 准备这个网生被 没多久 他家里人说 哎呀 师父啊 我那天来的 见你的走了 我说走得怎么样 他说我真要告诉你 太不可思议了 他这个 83岁的老人一辈子都没怎么修行 可是那些网生被盖下去以后 金光明沙一杀 三张咒轮一放 还有那个 你们那个 他说那个 家里人不懂 他说你那个 平安符 我说那个不是平安符 那个叫做咒轮 啊对了对了 那个叫做咒轮 一放 他说师父你知道吗 往生以后 那个脸比他在世的时候 更好看 全身都是柔软的 结果他家人 威过来 威过来 这个咒轮 往生被三张 三张咒轮 威力这么大 我们这个爷爷 还不是很有修行 很后面才接触一点佛法 你看 我讲他就信了 你看 要是有一个人没信心 这个往生被有什么用呢 这金光明沙有什么用呢 这个咒轮都是唬人的 都是骗人的 没信心没信心就丢掉了 那今天呢 这就完了 他只是跟师父啊 在讲堂啊 来的时候啊 才接一点点善言 83岁了 老人家 我讲他就听得进去 更何况说 你们今天啊 这么年轻还打佛山 对不对 哪一个不往生 一定会往生净土的 人家一个 一碰到一个阴言 信心俱足 那我说这个咒轮啊 是能民五逆十二重罪的 你放 他说全身都是 往生的时候 比在世的时候 更好看 全家都吓一跳 全家后来都信佛 所以因此我们要把政法推广出去 让无量无便的众生得救 得解脱 以其能 至 至于未乱 以其能 至 也就是达到 至至就是达到 至就是防治 以未乱 国家还没有乱 我们来推广政法 稳住 众生的心 众生的心 宝邦 以以未为 邦就是国家 安邦定国嘛 安邦定国 这宝邦 以以未为 不是不知 至太平 并以无形其中 不认识佛法 佛里的人 是很难去知道 很难了知 佛法的伟大 他的伟大呀 上至皇宫 过 这个皇宫 贵臣 大臣 下次凡夫走足 无不信奉 因为佛法 信奉 以至太平 能至天下太平 因为人能行善 人能复因果 懂得念佛 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 以至天下太平 以无形集中 在无形当中 慢慢的潜移 默化人心 所以说 如果说 一个高层的领导者 要是真的有因缘 听到佛法的话 哎呀 真的是太好了 但是这个佛法 还真是很难 很难 那为什么很难呢 因为不到那种 意境的时候 哎呀 真的是听不来 没有那个善根深后 还听不来 除了会用善巧方便 有时候 他问的问题 超过 超过 他现在的所了解的 比如说 一个小 小女孩 小女孩 三四岁 他就说 师父 我说 他看到妈妈 肚子大起来 他就说 为什么 有的人肚子 会大大的啊 你能 妈妈 你肚子 为什么会大起来 怎么大 哇 糟糕了 问这个问题 已经超过这小男孩 小女孩的 哎呀 那怎么跟他讲呢 哎呀 我就跟他讲 哎呀 这个因为不小心了 你看 我们去外面 看看 不小心 被蜜蜂叮到 又会肿起来 对了 他就是不小心 被蜜蜂叮到 所以就 就装起来 有不能 你讲这个 他怎么会知道 这个 这个 大人的世界是什么 他听不懂的 没办法的 所以 初学佛法的人 也是这样 他问的这些问题 已经超过 他的范围了 超过他的能力了 不是我们不讲 而且他讲的 也都是没办法理解的 很难去理解的 许之一句阿弥陀佛 词之极极 就是你应当知道 这句阿弥陀佛 好好的持名念佛 达到了终极 意思是 这个极就是三昧的功夫了 就是这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把它好好的持名念佛 怎么样 就是这句佛号而已 达到了极点 就是有三昧的功夫 心不乱 一心不乱 成佛 善有余 即心即佛 是不是 有的人说 念弥陀经 念佛 念得太少了 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 灭这个定业 灭这个定业 阴光大师不这么认为 阴光大师就说了 佛法就如同金钱 在人善用 你有钱 那么何事不可为 你有佛法 哪一种不会解脱呢 哪一种情形不会解脱 一定会解脱 怕的就是懒惰 要不看 每天就想去往外跑 喝喝咖啡 每天往外跑看看电影 或者是看看有什么好玩的 所以啊 有志者是进程 修习佛道的人 还得要精进 勤劳的人 太懒得 根本就没办法 路人专修一法 如果我们 经教也听 也懂得理 也懂得事 可是呢 我们专门 吃这句佛号 何求不得 而入于心性的三昧功夫 那么何求不得 你一定达到解脱 怎么可以说 齐医区区 区区就是小小的 少少的 齐区就是怎么能够说 区区小小少少的 念一些咒语 念一些经典 便得此功德 不能这样讲 只要你虔诚 一心不乱 所以啊 齐 就怎么能说 怎么能够说 小小的持咒 少许的念佛 念经 便说 得到此功德 而不得 其他的功德呢 意思是 念佛 便得此功德 同时 也得到 其他的功德 这句佛号 只能念得上 前面那一句就是 齐子 自 吉 齐子 吉 吉 就是我什么都万年放得下 就是这句佛号 所以这句佛号 你在哪里上班都一样 你当医生也可以念啊 你当护士也可以念 你当老师也可以念 你当教授也可以念 当学生也可以念 你在哪里职业场所都可以念啊 那么在自己的房间啊 在印光大师讲的啦 在自己的房间啊 因为有时候睡觉前啊 穿的这衣服比较不整齐啦 印光大师讲的 在晚上啊 如果我们衣服穿的比较宽松啊 或怎么样 要默念 怕对佛不恭敬 或者金刚词 金刚词就是这样 金刚词 默念就是 虽然不出声 可是听到心灵的声音 叫做默念 念心里面听到 阿弥陀佛 所以声音不需要开口 心灵就可以 按照那个节奏 我们的心会唱歌的哦 万法为心所造 心当然能唱歌啊 能想象啊 能画画 我们的心啊 所以啊 我们的六根 纵然有眼睛不好 可是我们的节性不坏 纵然我们的耳根也许不好 可是我们的节性也没有坏啊 也没有坏啊 纵然一个人喉咙 不能喉咙 没有办法念佛 可是他心灵可以唱 可以唱佛号啊 对啊 内心里面呢 要不然那些 你做的这个歌怎么做的 这歌就是自己的心啊 靠想象出来的那个节奏 所有的谱歌的人 都是由心谱出来的歌 谱出来的歌 对不对 所以说呀 谱那个歌还是从心灵 所以念佛 从心起啊 从耳入啊 从心入 又从心起 从口出 又从耳入 这样一个循环 一个循环 莫让佛号外流 通通是三昧的功夫 这一段的意思就是 只要你虔诚 自心肯欠 一心专持圣号 那么所有的功德都具足 但是啊 一定要听经文法 那 诸位 为什么 我不主张 佛妻 或者佛山 都只有念佛 师父是一个读书人 我了解教育的重要 师父是一个读书人 所以我非常了解 这个教育的重要 教育可以让一个野蛮的人 变成一个文明的人 教育非常的重要 very important 那么教育可以由一个反复 转换成圣人 都是因为教育 所以释迦牟尼佛 就是我们的榜样 他教化徒弟 49年谈经三百余会 他所做的工程 就是教育的工作 转化的工程 而且这个转化 从心灵 彻底的转化 彻底的转化 诸位 如果万法不回归到心性 借力就会有增值 不论是四分力 五分力 魔后生起力 十分力 一定会增值 如果一个人修行 在向上里面 论有论无 这个人修不懂得净土 如果没有回归到真流自信 这个人也不懂得佛法 也绝对不懂得佛法 我告诉你 师父今天讲的这个转化 很少人跟你讲这个东西的 几乎没有的 大家都说从这里往生到那边 极乐世界 但事实不是这样子的 跟真实的净土 净土是心清净 佛立刻现前 要不然你看 打开那个回向 七生必侵 道廉耻 七生必侵 一刹那就道廉耻 怎么道廉耻啊 就当下呗 要不然从这里往生到 十万亿佛徒 要怎么走啊 你走我看看 这样你就了解 哦 原来清净国度 弥陀不从他的 那你就知道开悟见性 有多么的重要 千金三知识 有多么的重要 师父今天讲的这一个小时 让你没一世的人 让你搞一辈子 你都绝对没有办法 体悟到这么深的东西 那绝对没办法的 好了 那就 所以师父重视教育 我们啊 各位啊 请站起来 课本收起来啊 课本收起来 请站起来 站起来 慢慢站起来啊 等一下 给大家上个洗手间 上个洗手间 折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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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折一下 好 请合掌 请合掌 慢慢来 如果脚麻的 慢慢来 没关系 不急不急 李记事不急 不急不急 不急 好 问讯 好 休息十分钟 没有任何的礼节 不必有任何的质地 赶快去洗手间 赶快喝个茶 啊 啊 啊 感谢观看